蘿莉塔先前和未婚夫因婚前協議談不攏 支持沒有辦理結婚登記 不過就在20日她終於停著7個月的運度 正式登記結婚 隨後也發文宣布喜訊 兩個人為了這個重要的日子 不但拍了全新的證件照 還特意找老師挑選了楊成吉時 蘿莉塔也不忘感謝證婚人Lala 特意退掉工作 只為了幫忙證婚讓她感動不已 然而有不少網友早在得知兩人求婚成功後 就算他們一定很快離婚 這次也有不少酸民留言表示 看他們能撐多久 對此蘿莉塔呼籲網友們 不需要再留下類似的留言 因為她已經都在問自己這句話了 但最終人決定等起結婚 是因為如意傳理提及 花開花落自有失 如不能長長久久 只求善始善終 共看四時花開 浪漫告白感動不少人 不給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